陶温市永安渔港与主委渔港参加中央举办的金剑渔港评鉴 双双获得了星级渔港的殊荣 两个渔会的总干事在市政会议上献讲 农业局计划持续办理各项活动来行销渔港 营造星级渔港魅力 由农业部渔业署所举办的112年度金剑渔港评鉴 是由专家评审秘密客评比及全民网路投票后 最后评鉴出40个渔港并给予星级渔港认证 其中桃园的永安渔港与主委渔港在全台231个渔港中双双脱颖而出 分别获得三星与一星的殊荣 在今天的市政会议上 两个渔会的总干事也特地出席献讲 全台渔港40强 桃园这两个渔港都在里面 然后呢我们的永安渔港还是10强 前10强三星 那算是非常难得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大胆地跟各位来报告 桃园的渔港也许不多 但是桃园精彩的渔港很多 永安渔港在市府的打造下 成为全台独特的客家渔港 这次更是第二次获得三星渔港的殊荣 而获得一星殊荣的主委渔港 近年来则是进行相关设施的改建 相信下次一定可以获得三星殊荣 那我们渔港在市政府非常认真非常有力的监督和管理之下 那我们是第二度得到了这个三星级渔港的这个殊荣 这个在二级渔港里面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现在我们台湾市政府已经在大力改造主委渔港 现在我们的那个公共厕所天幕 都在整修 还有我们那个职业中心 现在已经准备要重建 目前已经在办理花八成绿当中 到最后工程完成之后 我们希望我们可以得到三星级 四星级五星级的渔港 为了将这两个渔港打造为观光休闲渔港 市府农业局透过各项活动来行销 像是主委渔港的渔仙节 以及永安渔港的新兵乐狂欢嘉年华 都吸引许多游客前来 8月26号下午开始 包含我们有千古的捕云VR的体验 海鲜的拍卖 晚上有音乐晚会的演出 接下来8月27号呢 我们下午也有海坡儿童剧团 带来食鱼的教育 那欢迎大小朋友一起来体验 那紧接的9月2号呢 我们在永安渔港呢 将来办理最后一场次的 新兵乐的嘉年华活动 那我们当晚包含了安排的 郭书瑶张文奇 以及林小培这些歌手 都会来到我们永安渔港来演唱 好吃好玩好康好精彩 尽在桃园渔港欢迎您 未来师傅也将持续投入资源 提升渔港的环境与设施 也欢迎民众前来永安级 主委渔港旅游采买 感受新级渔港的魅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